經濟危機反而刺激習近平二十大決心 福建南龐大電力從何以來 熱爆北京汽車著火河南玻璃門熱炸 香港新任教育局長稱廣東話係謊言 懷念台灣夜市小廚神朱如欣視光鎮成為偶像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 首先感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27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中共在1989年後靠發展經濟度過政治危機 普遍認為中國經濟越向好 中共的統治地位就越牢固 但中共用強制清零應對疫情 加速中國經濟惡化 這個勢必會對二十大局勢產生影響 路透社6月23日報導 中國今年有史無前例的 1080萬新畢業生投入就業市場 官方比出的16歲至24歲青年的 失業率高達18.4% 倉下有這個數據以來的新功 一位從事了二十年招聘工作的張先生 告訴路透社 目前中國入門級就業市場 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更惡劣 是他見過的最低點 同時外資出逃 公務員減薪 銀行取款設置上限 種種不祥消息接種而來 在美國之音6月26日的報導中 中國事務專家程曉農博士說 中國經濟不好 不是現在才開始的 是2015年疫情前3年4年就已經進入困境了 中國不是有個高層用的詞叫新常態嗎 翻譯成白話就是經濟進入滑波階段 這個滑到哪裡我們不知道 因為國家統計局可以造假的 所以他不告訴你滑到哪裡 但是我們看到的最大一個現實 就是失業率 程曉農曾經在一篇文章中估算 在城市中 現在比較靠譜一些的真實失業率 大概是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二十 而且會迅速上升 程曉農認為 經濟困境會加重習近平的危機感 讓他更有動力去爭取連任 因為習近平很清楚 他連任 替罪羊是人家 他不連任 替罪羊就是他 程曉農說 就和老毛一樣 老毛當時 將老天算作替罪羊了 說這個三千萬人餓死是天災 這是捏造出來的災害 然後劉少奇說了幾句真話 老毛馬上釘上他 接著用文革把它幹掉 報復掉 這樣今天也是一樣 如果說中國真是經濟情況 到了和上世紀六十年代接近的時候 那麼習近平還一個替罪羊不難 比如說李克強就是現成的 中共中辦最近引發領導幹部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管理規定 其中規定官方每年要填補配偶 子女及子女配偶經商辦企業的情況 北京之春主編陳維健 一前發表評論文章說 填補上交與以往不同的要求 也是相當嚴厲的殺手間 習近平通過上交的表格 就牢牢將官員的生死握在手中 這次習近平反復 在政治上更加明確 就是為二十大開路 陳維健說 中共內部的反習勢力一直存在 最近中央發問 不准老幹部妄議中央 這些老幹部應該就是反習勢力的後台 在嚴密的監視下 這股力量很難集結 但現在他們抓住清零 和俄國入侵烏克蘭兩件大事的時機 迅速形成力量 令習措手不及 對習近平來說 反復是粉碎這股力量最好的方式 陳維健認為 習近平濟起反復大旗 對反習勢力是生死之戰 因為他們熬了十年 現在終於等到機會 更何況只要一站隊 就沒有退路 另一方面 對習近平來說 這個同樣是生死之戰 這次反復不是立威的問題 而是能不能把反習勢力打下去 使自己連任的問題 如果不連任 以它清洗黨內政敵的殘忍 與數量之多 習是很難善終的 因此這次反復 必然更加血腥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是不勝側望的鬥爭 中共近期加強對台灣和日本挑釁的力度 與此同時 共軍航母003艦 在正式落水時被命名為福建艦 也被認為有對台灣耀武揚威的意圖 但福建艦可能有一個致命的缺陷 正如按中共官方宣傳 它裝備了三條電磁彈射軌道 電磁彈射在戰機起飛的瞬間需要大量電力 但福建艦採用的是傳統動力而非核動力 旁大電力需求如何解決 成了一個謎 中國媒體觀察者網說 福建艦最核心的技術 就是以中國工程院院士馬偉明大頭研發的 一整套綜合電力系統 由航母中央配電系統供電 佈置了電磁彈射器以及配套的儲能裝置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生 6月26日對美國之音解讀說 船艦一般有兩套系統 一套是用來驅動引擎 另一套用來發電 滿足艦上各類用電設施的需求 其中船艦推進系統 只有在船艦加速或高速巡航時才會使用全部輔載 平時不會用到 電磁彈射就只有在發射順間才需要非常強大的電能 平時也不需要 馬偉明的發明就是將這兩個系統連接在一起 將引擎多餘的動力轉移到船上的電能上 如果馬偉明的發明果真有效 這就超越了美國的技術 因為美國只有核動力航母福特號使用電磁彈射 傳統動力的軍艦都無法做到電磁彈射 前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參謀姚誠 對馬偉明的發明持懷疑態度 姚誠對美國之音表示 從能量手衡的角度來看 發出1,000瓦的功率 不可能得到2,000瓦的能量 他說馬偉明喜歡吹牛 在裝備立頓時畫出航母傳動力的大餅 是為了搞錢 但實際上 中國目前尚未具備這樣的技術 這在中國海軍裡大家都知道 姚誠認為 福建艦加裝了2台柴油發電機 以此提供電磁彈射需要的額外電力 也就是共裝了5台發電機 姚誠表示 福建艦的排水量是8萬多噸 只是驅動船艦就需要1萬8千噸的載油量 等於有四分之一的重量是柴油 另外還需要一條901綜合補給艦跟著它才行 如果為電磁彈射再加裝2台柴油機 這樣5台柴油發電機 消耗的油量是很大的 福建艦出行時如何攜帶足夠的柴油 將是一個滑溪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 中國北方遭遇罕見高溫 河南至6月以來 多地連續出現40攝氏度以上的高溫天氣 地表溫度甚至高達74.1度 日前多位河南網友在微博曬出影片表示 自家的玻璃門因為高溫爆裂了 其中一段影片中 玻璃上全部都是烈紋 輕輕用手一碰就碎落一地 有網民說 估計放過雞蛋也能被敲數 根據中央氣象台資料 24日下午3點的數據顯示 河南省大部分地區地面溫度 在50攝氏度以上 營陽最高73攝氏度 鄭州站地面溫度達68.4攝氏度 24日下午1點 濟原、焦灼等地表溫度 一度高達74.1攝氏度 打破了當地有觀測而來 地表溫度的最高紀錄 在北京 據台灣TVBS記者25日的報導 用測溫槍測試發現 地面溫度達到57.6度 由於天氣太熱 北京的一家百貨商店門前 發生一宗汽車在途中起火燃燒的事故 TVBS報導說 不知道是故障還是天氣太熱的原因 已經起火了 現在許多搶救人員 正在拿滅火桶進行搶救 香港新政府主要官員 將於7月1日宣誓就職 不過 粵語保護團體質疑 後任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可能在上任後進一步 貶抑廣東話教學 以捍衛粵語為宗旨的 香港非政府組織 港語學召集人陳樂恒 對美國之音表示 蔡若蓮2014年前 曾在教育局擔任 語文教學支援主任近10年 力推用普通話取代粵語 曾辦講座要求全港學校 建立機制推廣普通話 並在電視教育節目中 將講粵語的小朋友 醜化為惡魔 2014年 蔡若蓮在教育網站問 稱廣東話不是法定語言 只是一種謊言 5年前林鄭月娥早內閣時 曾傳出蔡若蓮可能接任教育局長的消息 當時香港爆發聯署抗議 結果是蔡若蓮被任命為副局長 不過現在國安法通過 已經沒有人敢再發起聯署 陳諾恆指 教育局的政策已經越來越強硬 包括在母諮詢教育界及民眾意見的情況下 要求是公立學校所有本地及外籍英語教師 都必須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 另外 蔡若蓮最近在出席學校講座時聲稱 當局將加強有關中國國家安全教育的課程 來加強香港年輕一代的國民認同 早在2012年 港府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就引發數十萬港人 反國教反洗腦大遊行 當時蔡若蓮就被視為是國教重要推手之一 年僅10歲的台裔女童朱如欣 在榮獲小小頂級廚師美國版 第八季冠軍後 在6月26日接受了中央社的專訪 受疫情影響 朱如欣已經有三年沒有回台灣探親了 這次專訪 是在她父母在紐約市近郊經營的餐廳內進行的 朱如欣說自己非常懷念台灣的夜市 以前每次回台灣都一定會去夜市 和哥哥一起吃東西 燒粟米、燒排骨、滷肉飯 還有燒甜不辣都是她的最愛 朱如欣還透露 影響她廚藝 並激勵她參賽的動力來源 在她從小看地獄廚房、廚房惡夢等 名廚高登拉姆齊主持的實景節目 不過這幾年她的偶像變成了曾經在新加坡 經營米之林兒升級餐廳 近年反台發展的名廚江振成 朱如欣解釋說 因為她煮飯不像我看過的廚師 她煮的是好像突顯我們現在世界的問題 將它化為菜式、很美、不像煮飯 而是在做藝術創作 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 burden 給妳 非常多